主席 在座各位大家好 本席請蔣部長 徐委員午安 部長 午安 剛剛陳歐破委員 一開始問的問題 也是本席想請教您的 就是說我們十二年國教 我想從您擔任教育部長以來 在立法院也多次的質詢 到目前為止 我想很多問題應該 都談了很多 總結起來您認為 現在十二年國教 就整個外界的疑慮 包括從家長或者是委員的質詢 大概哪幾項 還是主要在入學制度 所有的關注我想最多的討論 大家認為這是最前端的問題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這裡 那就是入學制度 不管免試入學的中間的超好比序 各個項目怎麼做超好比序 會考是不是放進去 放多少比例 這是一個關鍵 特色招生 怎麼樣去做特色招生 合適的 不要讓大家的考試的壓力又增長 這一塊其實是 然後進一步 因為入學制度的整個的調整 造成說是不是補習增加了 這方面都是在這個方面打轉 可是我也願意這樣說 我希望其實我們穩定的執行三年以後 我會看到大家會慢慢知道說 確實其實很多事情是不需要去補的 所以只要不去補 慢慢補習的這樣子的風氣 我覺得補習如果是做補救教學 是做這個fine 那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不要因為12年國教的 不管是特色招生 或者會考的這個部分 去用一個補習的角度去補強 那這個我想這一塊 如果能夠獲得 慢慢這個家長的這個認同 經過幾年以後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可是實質對我來講 對教育部來講 真正關鍵的是在於 國中端的整個教學是不是真正活化 是不是正常化 私信輔導是不是做好 這塊是非常關鍵 這塊真的要做好 不過國中端就有好的基礎 另外在另外一端是高中職端 我們是不是把好的學校都拉上來 讓學校普遍讓家長可以接受 我們現在也做了認證有九成 可是這個家長要承認有九成才有用 不是教育部說九成 教育部說九成 人家會說我們門檻是不是降低了 所以這一塊也是很關鍵的 所以這兩塊是真正未來成功的基石 國中端的學習 國中端是用主動學習 是活化的教學 私信的輔導 高中端的優質的發展 這兩項做好了 我覺得我們就有機會 好 謝謝部長 所以剛剛部長講那麼多 等於說我們了解到家長也好 委員也好 包括剛剛我看陳歐破委員質詢 這都是對於入學方式 那為什麼大家會對入學方式 有這麼多的問題跟這麼多的疑慮 問題就在於高中職 他要進哪一所學校 他們認為還是不優質 沒有均職化 沒有這個 不是每個學校都一樣好了 對 所以最大的疑慮還是 我們等於說要實施十二年國教 本系看到今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我們從民國九十 九十年開始 我們其實從民國七十二年 那時候就在考慮 是以延長技職教育做那時候思考 十二年九年國教之後幾年 我們就開始在思考這些事情 然後從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一年 做這個高中職的優質化 對對對 做了兩個配色 可是這個成效部長您覺得 這一塊我們過去投入的資源 當然其實跟我們現在投入的強度 還是有一些差異的 可是我們持續的資源要投進去 這一塊資源投進去是軟硬體 各方面的發展 從課程 從教學 從學務的輔導 從各個面向上 甚至辦學的績效 跟社區之間的互動這些 全面的能夠把這些項目 都能夠做好起來 所以其實現在有那麼多家長 對於入學方式 有這麼多的質疑 包括昨天在新竹縣 本系也剛辦完一場 是 一個有 對 對 對 廚長跟我們 甚至有趣 就是說才辦完一場 其實我知道教育部也有請各 中學 對 也等於說有做家長做堂會 對 所以那時候我要辦的時候 也是很多地方名義代表 加上家長跟我反應 所以我們來辦一場 辦兩場 是 那要辦的時候呢 我們想說大概 因為學校也都辦了 都溝通了 應該人不會很多 結果沒想到超出預期的兩倍 那當然這個原因呢 我們昨天辦完之後 我們發現 就是家長 一再的質疑這個公平性 那但是為什麼要質疑公平性 就是 他們大家都希望把小孩子 送到他心目中 覺得好的學校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這個優質化 外界認為 十二年國教不要倉促上路 我想 高中高職的優質化是很重要的一塊 是 那這一塊 因為我們看了一下 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一年 整個六年下來呢 有兩百六十三所高中 一百十一所高職在進行 可是其實那個經費 好像一個學校 其實他不管在 設備 還是師資的專業 各方面 這個跟 這種優質化的成效有限 這個部分 我們明年就要上路了 所以 現在很多家長 很多的疑慮 問題在這 部長怎麼辦 其實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 其實我們投入了更多的資源 其實在 其實持續會投入更多的資源 其實尤其在大院這邊 也一直要求我們 逐年都要成長 這一塊 所以我們這一塊 也跟江院長去做了報告 持續會讓經費 在這方面會做成長 能夠做得更快 我們也請大學開始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在優質化這個 其實我一做部長以後 我就發覺說 這個是一個關鍵 要讓大家都能接受 或者至少臨近的 有幾所還不錯的學校 就可以去念 所以這一個是很關鍵的 所以我們也請大學 開始來幫助 也都在做 所以這個持續要做的 可是這個發展 當然不會說 一年就到位 可是我想我們 經過幾年的這個 努力以後 這個逐步的這些都到位了 現在至少九成 從我們認定的標準來看 達到了 我們也希望 家長來看也是九成 請問高中 優質化 你們的實施 跟這個做法 你怎麼看 譬如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譬如像新竹縣 在沒有十二年國教要實施之前 我們新竹縣啊 能夠 新竹縣的小孩子要念高中都到哪裡念 他想幾的 我想您知道 對就到新竹市去啊 訓練竹中 哪一所 竹中竹女 然後園區的 實驗高中 對 竹中竹女 但是竹中竹女在我們 我們地方上 所有家長還是一直反應 包括我們所有各級民意代表 我們西部沿線 整個台灣西部沿線 以高中 不管以前是公立高中聯招 還是現在的這種叫做基策 是不是叫基策還是 現在是基策 今年是最後一次的基策 以後就叫做會考了 我們那時候的高中聯考 到後來的基策 我們新竹縣啊 都倒數第二名 就是整個的表現 所以這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中小學的整個的教育 我們新竹縣就比較落後 是 那再來本期 所以這一塊我也願意 議員到立委 對 我們發現那個資源是非常的不足 是 現在又來一個十二年國教 是 大家就很擔心 好的高中 當然竹竹苗區是同一區 是 那都等於說 就新竹中學 新竹女中 對 但其他的高中或高職 但有些家長希望小孩子念高職的 那他們這個高中高職不夠好 這個部分 我們教育部有沒有針對 因為我那天聽次長講 有這個區域弱勢也要加強嘛 我們新竹縣 是 整個的教育 整個學區裡面 中學到高中 是 還有高職 是 我們其實都是弱勢 是 所以這一塊本期要請部長 這邊要特別特別 所以新竹縣如果在這個學區裡 竹竹苗裡面如果相對弱勢的話 當然我們就要補強嘛 一定要把它補上來嘛 對不對 可是補上來也不是一定 全球評比來說我們一直是弱勢 我們會逐年的 從資源從各方面去把它補起來 這個本來就是要做到的 可能要快一點 而且給多一點 可是你想想看 這個如果沒有十二年國教 可能這件事情更不發生了 現在因為推動十二年國教 我們其實才更認真的 更serious的來看待這個情況 所以說它絕對不是一個十二年國教的負數 它必須是一個十二年國教的證數 原因是說過去 過去不談十二年國教 這件事情可能並不見得最快的速度 我們去疏解 可是現在我已經把它當作第一要務 把所有的學校的條件都拉上來 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資源也要到位 現在問題就在於 真的所有學校的條件都拉上來嗎 這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就在拉嘛 所以我們正在拉的過程 通過大學來幫忙 甚至有地方的民意代表 跟家長跟我反應 某所學校我們不要講哪一所 可能他們擔心啊 這某一所學校 這未來十二年國教 我們的孩子就進入學 要進到某一所學校 他擔心那個學校 可能 老師 他說 老師的這個 等於說他 比如說數學能力好了 是 他們擔心輸給 台北建中的學生 其實其實應該老師 這個是相親過度的 過度的單要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各級學校的老師的條件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我覺得這點我可以做確認的 就像說在各個大學裡面的教授的條件 主要如果你看 挑十所國立大學出來去看 其實 並沒有真正的很大的差異的 差異還是在學生 都OK 師資當然是其中 課程跟教學 是其中一項很重要 我們做校務品界 校長的領導 當然是重要的一個環節 整個行政的效能 行政體系 課程跟教學 學務跟輔導 環境跟設備 對不對 這些都是要考量 跟社區的互動 社團的互動這些 時間甚不多 那所以剛剛 呃 許委員 許中信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說這經費的問題 您有提到 有一趴 大概兩百億 等於來挹注我們這個十二年國教 因為我們也很擔心 因為十二年國教 我們中小學的整個的資源 是不是就被壓縮了 像今年好像 本席感覺今年整個教育經費好像有被 被記之教育 或者是 或者是十二年國教的經費一樣 這一塊 特別也獲得了院長的首肯 就是說我們十二年國教所有相關的項目 提出來需要的經費 他會盡最大的能力來做協助 這個是我可以願意在這邊 再重複我去跟院長做的報告的時候 他做的一個財事 是這樣的一個作為 所以我想我們會努力的讓十二年國教的經費 不衝擊到其他的任何一塊 那十二年國教的整個中整的經費 好好的一起來 來做規劃 來做處理 我想這是需要的 那最後針對這個特色招生 現在我們到處開座談會 學校也在開 可是家長一直在問特色招生的 這個方式好像一直沒有公布 這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這一個特色招生現在全面的 我們希望在六月底之前 全部大家都要做公布 本來至少要一年以前 可是我希望這個努力能夠比一年以前更早一點 所以六月底之前 應該是 家長都會知道 是知道 等於說明年入學的整個特色招生是怎麼樣 這個是一年之前其實都已經很緊 我希望是更早一點 大家全面的能夠讓大家知道 好 最後剩下十幾秒 本席想就之前我們這個中日之戰這個棒球賽 我們一路都本來領先 應該要贏的 後來輸掉 很多民眾都在問 其實為什麼我們國人對於這種反敗為勝的 這種力量或這種精神 到底我們差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棒球其實任何一個比賽 其實實力還是最關鍵的 實力之餘其實在這麼緊張的比賽裡面 這麼接近的比賽裡面也有一點運氣 你可以看到那一天其實 所以運氣 其實其中陳鴻文其中有一球 如果那球判好球三陣以後就結束了對不對 那也沒有發生 然後我們在一三壘都有人的情況下 而且沒有人出局 其實我們對於我們國人的球技各方面 努力我們都非常肯定 我想奮戰不懈的 這個在教育過程中是不是對於這種 我們這個教育養成過程中這種冷靜 或者是一種精神的力量這個的教育 我們台灣的教育整個體系裡面 團隊合作能力的培養相對是比較沒有的 你看國外的為什麼會去打Football 他們會幾個人成立一個Group去做Discussion 然後去共同討論以後 所以你認為是團隊能力而不是我們的一種冷靜 或者是一種 團隊合作的精神的培養 是在台灣的教育體系裡面是比較弱勢的 那我想我們這個在未來12年國家 我們希望從小學就應該開始要做培養 這個其實是團隊精神在那個時刻 常常就差這一點 這一點就顯現出來了 好 謝謝 謝謝